出来之后 仆仆让我们快跑 跑了好多条街才停下 他把杀人犯跟踪我们 丁靠说 跟踪就跟踪 还怕他 仆仆骂他是笨蛋 杀人犯如果想杀我们灭口 肯定带刀 仆仆不是他对手 我很担心以后 和他交易会不会有危险 仆仆说 肯定有危险 但只要相机不落入他手中 他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下次去 我们就过去两个人 还有一个留在外面 这样他不敢对两个人怎么样 因为还有一个人会报警 我觉得普普的主意听起来可靠 不知道最后能否顺利 2013年 7月7日 星期天 普普普说 明天他和我一起过去 丁靠留在家里 因为他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特别容易冲动 是啊 如果他不冲动 那时打一顿小婊子就好了 根本不会死人 我很怕他们被抓到 如果爸爸知道我和他们是一伙的 一定恨死我了 希望明天一切顺利 他们拿到三十万 到外地好好活下去吧 普普普很聪明 他比我小两岁 但感觉他什么都知道 怎么提防杀人犯使坏 怎么成功拿到钱 他都想好了 而且他对我很好 我想 大概我的经历和他相似吧 我爸爸宠小婊子 他妈妈 也宠他弟弟 以前没有朋友 现在有了这两个朋友 一个能帮我出头 一个和我有这么多共同语言 2013年 7月8日 星期一 今天 去了杀人犯家 他肯定在耍诈 电话里 让我们把相机带过去 我们没有照做 普普说 先拿到钱再还他相机 才能保证安全 去了他家 他又说钱没有准备好 明明没有钱 却让我们带上相机 肯定有鬼 他家一看就很有钱 他却自称 是上门女婿 钱不给他管 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 过一阵子就有了 普普问他 没钱为什么还要我们带相机 他说 他怕我们保管不好 让他保管 他先给一部分钱 这肯定是个骗子 后来 普普让他先给一部分钱 他又推脱了 怕我们乱花被人发现 普普说要租房子 他问我们为什么要租房 普普什么也不告诉他 他也没办法 后来 他先给了普普一些生活费 说他家空着一套小房子 给我们住 普普答应了他 让我保管好相机 不要被人跟踪 不要让杀人犯 知道我的信息 只要我和相机都安全 那么他和丁浩也都安全 普普很周全 而且他特别细心 他想到在他们的柜门上 塞一条毛线 如果以后毛线位置变了 就说明杀人犯趁他们不在家 进来搜过东西 可是从现在开始 普普和丁浩 都住杀人犯的房子 我一个人很害怕 他们可千万不要出事啊